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房子这么大 房间空着也空着 我想也是 我宁愿把钱啊 付给你 都不愿意付给那个贪得无缘的房东 我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 你不要生气了嘛 你要我付多少房租 我都愿意给你啊 行了 别闹了 你不是不愿意我搬来吧 你搬都搬过来了 我还能说你什么呀 赶紧收拾一下 但是有一点啊 有电话来不准接 有陌生人敲门更不能开 我知道 我去找一下手机 你拉到浴室了 我帮你收起来了 我去上班了 我要早点回来 我等你啊 知道了 可以上班了吗 点 problematic 不是 好吗 我去上班了 咱们家了 怎么办呀 去就去呗 去有什么呀 新店开张三拔火 不都这样了 咱们家那个店开的时候 不比他们还红火吗 有什么呀 你放心吧 咱们家才做这么好 客人早晚会回来的 可是他们要继续打针 我们可怎么办呀 怎么可能 他们要继续打针就好了 他们就赔了 不可能了 你看看 你小智也跑那儿 也去凑什么热闹吗 这孩子 妈 你去哪儿 不行 我得把他叫回来 你回店里 店里还有生意呢 快快快 你去看店 小智 回家去 走走走走走 走回去回去回去 等等 我外婆找我来了 你要不要到我家去玩呢 还是要不要到我家去的 alternatives 我那天让坐对家 只要是家到家里 我 Anderson ober� meisten 问你吃 treasury westor 顾 prejudice 就知道是锅子 比我吃不容易 你馆就有灯 看哦 relevance 太相似了 这家嘛 我可以说下去了 我好好好 这几个菜都是儿子爱吃的 我给他送过去 顺便帮他打扫打扫 这个主意不错 来 我帮你 你都帅我尝尝 什么味道 不会见别的厨房火灰灌吗 快看 快看 你这不能给我点面子吗 气死 你 你 不立 不不不 你们怎么来了 我到我儿子家来 还要十年请示吗 不是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健平现在不在 我没想到 你莫这个时候来 你 你已经住下来 伯母 您不是说 叫我跟健平租房子住吗 我照您的意思做了 打折圣文上 还真有一套 你 你做饭了 是啊 晋平都在外头忙 都在外面吃饭 反正我闲着也闲着 想说给他做点家里的饭给他吃 可是 雨散了 鸡蛋糊了 鸡 炒鸡蛋你都能给炒糊了 这点小事你都不会做 你这个 你 行了 行了 不 儿子没在家 妈 我们回去吧 等等 等等 哥 这样也好 你就安心住下来 别做饭了 这个够你们俩吃的了 以后想吃什么呢 就给我打电话 我做给你们吃 赶快给我们隐家添个孙子 这样就没人亏待你了 我知道了 谢谢伯母 谢谢伯母 这个贱婷到底怎么回事 这么快就让那女人住在家里边去了 成何体统 你发什么火 贱婷工作这么忙 现在有人愿意照顾她 我们高兴还开不及呢 她跟汪青还没离婚呢 就跟那女人同学 这 这像什么话啊 这像 谁要汪青对不起建平在先了 我告诉你啊 我赞成狐狸和建平住在一块 已经都这样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这个时候 我们就有孙子报了 你满脑子都报孙子 要报孙子也得先离后取啊 你这个人 干什么事都不分先后 一点正经主意都没有 这我管不着 建平要离要去 他自己决定 反正建平是儿子 怎么着都不吃亏 就因为有你这种没有原则的妈 建平才会像现在这样随便乱来 你别给我乱扣帽子啊 那建平顾家寡人 整天没人理就好啊 我是这个意思吗 我问你 今天如果换了我是建平的话 你还会那么想吗 你敢 你敢分手乱来我跟你没完 这不就对了 就算你不管汪晴的感受 你也得为儿子想想吧 不管怎么说 儿子现在也是家公司的领导 那外人知道的会怎么说 那他这男工们知道的会怎么看的呀 我跟你说啊 这建平如果再这样下去 这汪晴就是再有错 他也没理可讲了 到时候别说我没提醒你 我回来了 老公你不来了 我在餐厅 来 来 来 尝尝我为你做的晚餐 这在干嘛呀 想要为你做顿饭嘛 来 快坐下去 什么意思这是 想要表现一下啊 来 快吃 怎么样 味道不错呀 看我妈做的似的 来 那就多吃点 嗯 吃慢一点嘛 香热的三天三夜市的 味道确实不算 真的好吃 那当然呢 用爱心做的跟不用爱心做的 绝对不一样 这种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的 汪晴做饭如何 你怎么会做的 还行吧 那就证明我没有任何一点 比他差 是不是 是啊 在这个屋子里 很久没有吃这么好吃的饭了 那就证明我有资格 成为这间屋子的你主人喽 不是说惯了神在说吗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我不想再这么偷偷摸摸地下去 我想正大光明地跟你过日子 你跟汪晴 这样子半死不活地拖着 还不如赶紧离了吧 那他不离我有什么办法 你若想离一定有办法的 他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离啊 要不要告诉他 汪晴住朋友家 不行 万一他们联络上了 后悔分开 再藕断撕连 我怎么办 我不管啦 你一定要给人家一个名分 当初是谁说的呀 我不要什么名分 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 那现在跟当初不一样啊 当初你们好的时候 我不愿意破坏你的家庭 虽忍气吞声地守住自己的这份整感情 可是你们现在就分开了嘛 难道我就不应该站出来保护我的爱情吗 难道我错了 你没错 是我错了 给我点时间 我会给你个交代的 我会给你个交代的 这是你说的哦 你别让我失望 你妈看一看 我喝了一下午呗 我们今天的流水又比昨天多了好多 我相信甜甜小管一定会越来越兴旺的 哎 对了 汪姐 今天有几个电话找你 当时你忙我就帮你接了 他们都是让你去面试的 你记得看一下电话号码 我不看了 我已经把所有的精力和积蓄 都投入到这家小馆里 我不想半途而废 对 我支持你 我们的餐馆会越来越好的 我去找你 有心事啊 你的东西尽快搬走 我已经住进来了 免得你出入不方便 狐狸 这也太过分了吧 他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呀 你和尹坚平还没有离婚呢 汪姐 对这种女人不能客气 告她妨碍家庭 告她第三者差足 这是最好的证据 我现在哪有时间顾得上她 甜妮 我想到小管上了轨道之后 去找我的孩子 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我的孩子是生是死 我也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子 不知道她的日子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人疼 我一想到这些 我就觉得我这个做母亲 妞姐啊 别难过 我们一边经营甜甜小馆 一边去找孩子 我们会想办法去找他 你放心 一定会找到的 我相信那句话 好人一定会有好报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甜妮 在我最失忆 最困难的时候 你一直陪着我 真的感谢你 你说 如果我要是把孩子能找回来 就没了自己的亲爱 建平他 他会不会就 谁呀 是我 狐狸 我 我不想见他 谁让你进来的 你干什么呀 有事吗 我找汪晴 汪姐已经找到工作了 他不住在这了 他搬到哪儿了 他没有告诉我 等他安顿好了再告诉我 你没骗我吧 那你不信就别问我呀 那好 等他告诉你 他住址的时候 再联系我啊 谢谢啊 我才懒得告诉你 死活着理解 就是让他找不到你 就不把东西搬走 看他能怎么地 你 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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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我那个 迟了一个星期没来 会不会是怀孕了 你这什么表情啊 我怀孕 难道是我一个人的事 那你打算怎么办 你妈不是一直希望 我替你们你家生个孩子吗 现在既然有了 当然把他生下来啊 我妈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呀 我怎么不记得 我老实告诉你吧 其实那天你吃了特别香的饭菜 不是我做的 是你爸妈送来的 我说怎么是我妈做的味道 可是你妈见到我住在这儿 她很高兴 所以才对我说的那些话 我妈早就知道你住这儿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这不重要 现在最重要的是 你赶快找到汪晴把婚离了 我可不想做汪魁妈妈 喂 好 我知道了 马上过来 我跟你去到公司 你别乱动啊 再加带着 把公司的事情出来 然后就回来 离婚的事你赶快办了 别逼我自己想办法 你别乱来啊 汪晴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把她惹极了 对我们大家谁都不好 我还怕她什么 现在都已经这样了 你自己想办法 我先走了 记得啊 赶紧处理啊